Hello大家好,我是科技微报,我是凤云 此前联想手机已经发布了Z6 Pro V6青春版 现在常常又在微博开启了预热心机 表示联想Z6要来了,但是很好看的咖啡色不上市 目前仅有该机的局部背面照片 从背面看,联想Z6采用了曲面玻璃的后盖设计 联想Z6 Pro搭载了骁龙85移动处理器 联想Z6青春版搭载了高通骁龙720平台 而去年的联想Z5采用神优骁龙636 那么你觉得联想Z6会采用什么处理器呢? 此外,从命名来看,联想Z6定位应该介于Z6青春版和Z6 Pro之间 价格应该也是介于两款机型之间 那么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我们就静等官宣吧 苹果在WWDC2019大会上发布了iOS 13系统 并且已经发布了iOS 13开发者予览版BetaE系统 用户可以离线下载固件刷机场势 在iOS 12系统中,苹果带来了大量的新功能和改进 现在有网友发现可以通过长按图标 互出之前的3D Touch财单 对于拥有原生3D Touch的iPhone手机来说 多出了一种换出方式 而对于iPhone XR和此前不支持原生3D Touch的手机来说 可以使用新功能了 此外,外媒从软件层面发现了压力敏感 功能3D Touch正在消失 目前苹果已经确定 主屏幕应用图标上幅的快速操作 以及电子邮件,链接和短信中的peak预览操作 都将支持运行iOS 13和iPad的设备 而此前这项功能仅限于具备3D Touch硬件支持的iPhone 那么这么来看,今天的iPhone真的都将取消3D Touch了 不知道你怎么看呢 今天,华为在成都量子发布了新一代卖忙新机买忙吧 该机采用了6.21英寸全高清珍珠屏 2340-080分辨率 89%高频占比 屏幕通过了来音认证 支持自信息温调节 搭载麒麟710处理器 配备6GB加128GB存储组合 并搭载EROFS华为超级文件系统 支持GPU Turbo 2.0 类置3400换时的电池 相机方面,前置800万 后置2400万主镜头 加1600万广角 加200万景深镜头组成 同时支持480帧慢动作 500多种长期AI智能识别 价格方面 6GB加128GB 售价1899元 除了手机以外 在本职发布会上 华为还发布了路由T5200定性版 售价269元 目前来看 挖孔屏手机都位于左上角或者是右上角 而根据外媒的消息显示 中心曾申请过一份 关于智能手机外观设计的专利 专利中这款手机的屏幕 顶部居中位置有两个挖孔 可能是双摄像头 也可能是单摄加其他传感器或扬声器的组合 此外 该机还搭载了后置双摄Type-C接口 另外 该机还没有出现指纹识别开孔 所以采用屏幕指纹的概率较大 不过中心官方并未透露该机的消息 坊间也没有相关的传闻 所以可以猜测这款手机很可能还停留在专利设计阶段 未来的中心手机是否会使用这样的设计暂时还不得而知 据XDA报道 日前HTC向U11推送了安卓的P更新 更新之后有用户反映手机变专 无法解锁进入系统 对此HTC紧急撤回了系统更新 同时HTC在社区发布公告 对U11更新导致变专提供维修服务 HTC表示 HTC工程师将分别在中国台湾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等地提供现场维修 后续还有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工程师提供服务 另外HTC建议已经升级了安卓的9的 U11用户占卜要安装微信APP 同时HTC计划将于下车式再次推送新版系统 除了做手机 HTC董事长兼执行长王雪红在营业报告书中指出 HTC已成立了一个群新的部门 提供企业虚拟现实VR解决方案 与过去单纯卖硬件不同 将针对包括制造、设计、零售、汽车、航态、教育、健康、造户及场地形娱乐等领域的企业客户提供服务 而在5G方面 王雪红强调 HTC智能手机与智能设备研发团队也将会跟进5G通讯技术研发 看来王雪红的野心还挺大 结果不知道会不会不止跨的太大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播内容了 淘宝收入关键词VGEL 请选手机好配件等你来聊 当然了 那也别忘了少买关注VGEL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有趣的内容 我们再次视频再见咯